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lla 李慧芬 上星期五港股的走勢較為牛皮 亦是少少偏遠的 這張25點是收市 但期望在26000點水平之上 整整個星期來說 都是一個上落格局 你有一段時間說 相信這個上落市的情況 暫時都未能夠改變 但不排除這個範圍會放闊少少 例如落到25000點水平 或是更低也不奇怪 但我認為24400點至24700點 相信已經是這次跌浪的底部 只不過接下來的上落市 會不會再次測試這些低位 或是在25000點水平止報 而阻力方面 3月份的低位27500點 就成為一個比較重要的阻力位 因為之前在一個重要支持位 跌穿了之後 其實都看到它多次反彈 都未能夠升穿這個水平 顯示到在這些地方 都出了一些沽壓 所以短期是2500點的上落格局 到今年年底還有4個月的時間 相信壞消息已經逐漸出了 現在只不過等到一些好消息 刺激市況是向上的 但整體來說 因為上落格局或上落市況 需要維持一段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買貨 可能要給少少耐性 買了之後都要等一段時間 才能夠大幅上升 第二方面可以升穿27500點之後才追貨 但我自己認為 既然在25000點水平附近的時候 已經是見底的話 不妨分段吸納 起碼不用等到27500點之後 才入市去追貨 還有看到無論是科技股 或者是一些傳統的股票的話 原則上都已經去到一些很值得吸納的水平 值得吸納的話 也有一隻近日升得比較重要的 就是9919 就是艾德偉孫 他們主要做一些 UN、KOL、直播帶貨 在他們去年年初才上市 但就不幸運 始終上市之後 就刺激出現這個疫情 令到所有的UN、宣傳活動 差不多是停了 但是看到他們在去年的下半年 到今年年初的時候 因為疫情放緩了 看到整體的業績的時候 都大幅增長了400多% 接下來也會派這個特別息 我覺得如果以派這個特別息的情況來說 又看到艾德偉孫在這個低位已經回升了 其實不妨值得吸納的 我們看看股價就會看到 在去年年初上市之後 因為疫情大幅下跌 其後在底部還行了一年的時間 還行了一年的時候 在近日上星期的時候 突破了兩個重要的阻力位 一個是0.995 第二個是0.115 這兩個水平 一升升到1.55水平收市 在整體來說 股價因為業績非常好 而且大家都預期它接下來 業績應該會正常之外 還要大幅增長 因為他們會主攻直播大貨 而他們簽的一些KOL 全部都是一些比較大企 一些大明星 還有看到他們做的品牌 全部都是國際性出名的品牌 所以整體來說 相信離開一段時間 股價應該回吐完之後 就會再上升了 回吐可以回到多少呢 現在做1.55水平 我建議大家分斷吸納 例如1.5或以下 和1.4或以下水平 分斷吸納的話 一可以賺到特別息 第二地方 股價繼續向上的時候 也可以賺到利潤 相信測試歷史高位1.8水平之上 時短期就會發生 所以大家不妨趁低級